看看这波拉凯尼尼的PASCAPERNC如何考 每年都有1-2题,1题或隔年出 又是那个问题,是没有图,没有图你一定要画图,不画图就死硬了 它说有个PHR有3点,3160度,4280度,6340度 叫你找一个Permatica Discon from Q to PR,又是画出来先 大约这样画,有个十字,3,160度,160度到这里 4,200度,280度飞了个270度,所以这个就是P,这个就是Q 接着有个340度,这个就是R,可以画得不好 这个是160度,这里就是280度,然后到这里就是340度 叫你找Q去PR的垂直距离 那你首先找回POR,POR的距离是340度,不,角度是340度-160度 嘟,是180度来的欸,180度来的呗 好了,再去找这个POR是多少度 是280度,减回你160度 嘟,820度来的,对,820度 再找一下QOR是340度 减280度 是60度 即是820度 即是60度 有什麼辦法去找回它的垂直距離 即是Q點飛去PR的垂直距離 即是這裡 看不見到呢 題目告訴你 這裡是3 這裡是4 這裡是6 你找到這個角是60度 阿Sir抽了這個3個人出來 它的垂直距離應該是Q到這裡 阿Sir抽了這個3個人出來給你看 抽了出來給你看 這裡是Q 這裡是60度 這裡是4 請問這裡是幾長 這是垂直90度角 很簡單啦 你要用不是定理 用Size Size 60度 就等於 黑水檔這個是D D O4 D 就等於4Size 60度 Size 60度是開方3除2 來的 所以找到答案是2開方3 這樣就搞定了C 那有些角度你不用找的 這裡 再下一題 那15年 15年 15年呢 就 唉 他們呢很喜歡呢 將一些直角座標系統 即是這些東西 XY的東西 變成R filter的東西 即是將它直角座標系統 和Polacord 極座標系統 呢 轉換 有得按計數機 那阿Sir教你手計先 手計呢 手計呢 就做什麼呢 現在呢 又要畫十字了 開方3-1 是這裡 A點來的 它做什麼呢 它向著Y軸反射 即是這個是Y軸 它反過來這裡 它的Image 阿Sir叫Api Api的Image 就是變成 開方-3-1 那它將-3-1 變成極座標系統 好啦 阿Sir用手計計算給你 有些答案馬上可以飛走 咦 這個就不行了 這些全部都在這裡的範圍 那它其實當然想找回 這裏 白岸回來這裏 是多少度 還有 還有 這條這樣的測試 OApi 是多少 那很簡單的 阿Sir 將這個三個人放大給你看 那這個直角 這裏是開方3那麼長 這裏是1那麼長 那你用不是定理呢 當這個是R 開方3-2次 2加1-2次 就會等於 開方3-2次 加1-2次 對 就會等於4 開方 等於R-2次 那R就會等於2 所以你的答案是2 所以是這兩個答案 這兩個答案死開了 那現在還要找回這個角度 因為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去量式這個角度 你加回180度 再加這個角就找到 你有開方3-1 你用這個 其實經常都會用Tangent的 阿Sir說這個角度 是FETA Tangent的FETA 就會等於1 OVER開方3 那你找到FETA 等於30度 哦 原來的角度 R-FETA 就會等於2 180度加30度 是210度 所以答案是C 那當然有計數機的計法 那阿Sir就教你 你記住 你聽完之後就按停 去到影片呢 就看看怎樣按 原來的計數機呢 可以把我們的 極座標或者直角座標 去互換的 那步驟就是Shift 你現在叫 你的計數機呢 就會顯示POL 括號的 那你輸入那個 座標 負開桿3 豆號負1 3 ESE 你的計數機會出現了一個2 那2就乘回這個2 那你還說210度 那怎麼辦 210度 那你只要按 alpha 豆號 跟著按ESD 那它會出了負15度 那我們的極座標 不會是負15度 我們解釋了什麼 為什麼是 有時的角度是正 有時的角度是負 它 它 角度呢就 Define了 向上是正 向下是負 那你現在如果向下是負150度呢 就去到這裏 那我們怎樣找回這裏 反過來這裏多少度呢 你只需要加回360度 就要找到210度的了 所以一個答案呢 就是210度 那按計數機 按計數機 按計數機 當然是快過 快過阿Sir用手計啦 知道嗎 但是如果算了負數 不用怕 記著加回360度就可以了 那再聽下去了 好了 那阿Sir呢 有用手計和按計數機 按計數機 給大家看的 按計數機 就會在這個位置那裏 那你記著自己按回 alpha alpha 你就可以找到Y的座標了 那你現在呢 就說 -1 開方3 在這裏 它反去X軸 即是反去這裏 那便是-1 -開方3 所以你要按Polar-1-3 就算了 -1-2 開方3 那你現在又是做回剛才那樣東西啦 用不是定理 R2次等於1 2次加開方3 2次 那你找到R是2來的 是2呢 這兩個答案就死開了 死多了 那接著呢 要找回這個角度 那現在這裏是開方3 這裏是1 那你又是Tangent Feta等於開方3除1 那你計到Feta是60度來的 那這裏是180度嘛 再加回你60度 所以便是2 2 2 4 0 所以答案是Boy來的 那再計下去給大家看吧 好了 延連一延連T卷 它說-3 -開方3 現在就 就轉了 逆時針轉了90度 那你先畫回圖先 -3 -開方3 在這裏 逆時針轉 逆時針轉 在這裏 轉了90度 記不記得之前畫這些 那些去線 飛到這裏 這裏的座標就是3 開方3 3 但在下方呢 就是負數 那它現在呢 就說 叫你找回這個角度 那 有些答案可以飛走 因為是這一個叫像限 這個是叫像限4 像限4 你看看答案這些 1-50度怎麼會呢 所以差了1-50度 差了1-50度 所以就答案就回這兩個 肯定1330 稍微用一用筆指定 3 開方 3 的 2 次 再加 3 的 2 次 你找到 R 等於 93 27 27 27 加 27 加 9 是 36 是 6 來的 那就選到 6 了 6 那就是 D 了 那角度怎麼找呢 那個角度 咦 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3 這個就是 3 開方 3 這個就是 Pheta Tangent Pheta 等於 3 開方 3 除 3 就是開方 3 開方 3 就是 60 度 所以 這裏 這裏扮上去這裏 就是 270 度 那再多 60 度的話 就是 330 度 OK 那你又是按 Polar 3 開方 3 負 3 就可以計算到答案 記住是按 Alpha D 號 如果是 Y 的座標 2011 年 直接問你 直接按機 按機的答案 應該是 這裏 這裏又 繼續按機顯示 反過來 這裏又變成 Rectangular 庫可電力 那又是要畫分不同先的 它 2 150 度 即是代表這裏是 150 度 這裏是 2 那阿水又把這裏放大給大家看 這裏是 2 這裏是 30 度 因爲這裏是 180 度 其實它想找回這裏幾長 和這裏幾長 這裏是直角三個人 所以 找回這裏幾長 就要用 下場檔 這裏是 Y 這裏是 X 那你就 Size 30 度 就等於 Y 除 2 那你計算到 Y 是 1 OK 然後 Cosize 30 度 就等於 X 除 2 那你計算到 X 是 3 來的 但是在這裏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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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X 應該是負 所以答案是負 開方 3 正 1 可以嗎 所以答案是 D 那你又要記住了 去到這裏 X 是負數來的 那 B 和 C 不可能 是正 X 來的 那就拜拜了 那又是只剩下這兩個答案 好了 下面 就是教你按計算機 那你剛才按 Shift 加就是 Polar Coordinate 你 Shift 負就是 Rectangular Coordinate 你按 Shift 負就算到有 R e c 這個字 又是輸入2.150 你就會計到 有個答案就是負 1.73幾 負 1.73幾 其實是負開方 3 那你先吃了負開方 3 那跟著按 Alpha 負 yes eat 又計到一個 1 所以就可以計到負香港 3 1 好了 再下一題 10年 又是 那阿sir 就直接 按這個 R e c 6 2 1 0 那你又計到一個答案 是 C 那又是那個問題 你畫一個這樣 的座標出來 飛到這裏是2 1 0 然後這裏是6那麼長 那你畫一個直角 這裏 這裏 210度 減了180度 這裏是30度 這裏是6 那其實你要找回這裏 和這裏幾長 和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這裏是正的嗎 死眼錯的 看到這裏是正的 又是錯眼的 所以你不會選 B 和 D 的答案 因為是這個範圍 那這裏是 最有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應該是 這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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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in 30度 就等於 x 除6 那你選到 x 就等於 3 開方3 那 Sin 30度 就等於 y 除6 那你選到 y 是3 那 還有因為x 在這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 x 和y 都是負數 所以就是負負兩個 那快手按下 下面的幾題給大家看 不浪費時間了 記住用計數機去幫助你 Rectangular 3 300度 就找到答案是C 跟著 Polar -11 那你就找到答案是C 可以嗎 OK 還有 這些也是那些竅門 負11 的範圍是這裏的 那你的角度一定在 0 在這裏 一定在90度 至到180度之間 那你怎會選擇225度的答案呢 是不是 OK 那 差不多就是了 那最後一題 這題 這題就是 有個Polar Chordini A和B 545度和12 135度 叫找AB的距離 這題就是這樣 545度在這裏 B是135度 又是那個問題 AB 這裏是5 這裏是5 這裏是12 那你135度 減了45度 這裏原來是90度 來的 他就找回AB幾場 不視定理 不視定理 就要計到5次 5次 加12次 等於AB2次 這裏是13 那其實呢 波拉波的電力 始終是走去玩這個 不視定理 第一個問題是問你用筆試定理 用筆試定理計算邊場 第二個問題是問你面積 第三個問題是問你是不是垂直 或是否直角三角形 是不是這個collinear 其實大部份都是這樣問你的話 你又小心點計算下去 記住他會加少少插告的東西 考考PoLarCodeNi 和直角VetangerCodeNi的便換 記住用計算機就可以了 解決PoLarCodeNi